歡迎收看今集 《屁股搞哪科》 繼續有我BabyJohn、葦璇、小新 還有她自我介紹了 公子繼續跟我們一起支持這個節目 今天升旷入入,很多動物 有貓有狗 我相信算是貓、狗和平共處的一集 大家很乖地坐著 一定要介紹今天的嘉賓 我們歡迎Kelly,五樂儀 我知道之前牠養了很多動物 有蛇、蜥蜴、鸚鵡 現在有貓和狗 今天帶了Poodle,Rosey 現在來的阿粗,李祖男帶了一隻貓 但牠好像… 今天… 有點粒水,對嗎 有點不好意思 要鋪至尿箭,有點失禮 今天牠太害怕出街,寶雪出街 所以出來的時候遇到阻滯 牠現在有點無奈 有點無奈,現在是糯米 一坨東西就放在那裡 有點粒水 有點臭 是否叫泉仔 對,牠叫泉仔,白水泉 我想改了一些很地道的名字 我今天覺得小新很活躍 你看看,其實不是和平共處 我現在基本上保持,好像跑 因為剛才看到Rosey,牠很興奮 因為牠是女生 牠經常聽到就很興奮 現在一提牠的名字就立刻興奮 我以前有很多其他動物 但Rosey一直都在 現在最近有養貓 有養貓,即是一起共存到嗎 沒有共存到 對嗎? 因為Rosey已經八歲了 從外地帶回來的 貓是最近才開始養 所以牠就以一個年長的老人家來說 就要時間慢慢接納 但我想問一下 Kelly,你現在養貓 牠會不會像葦璇一樣 帶光子會逛街出來 出來,我有嘗試帶牠出街 對 但出街來說 通常狗的反應就很熱烈 貓… 聽到了 貓通常我一拿這條繩出來 全部都離開了 躲在床下底 當然 牠也是這樣,白水泉 我今天正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上來這個節目之前 想要突出一點特訓 是嗎 打算帶牠出去 完全可以 對上一次,前幾天帶牠出去 牠聽到繩的聲音 我想要拿一條繩出來 牠已經縮在床下底 用食物、玩具 牠們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今天有點吃力 要威逼利誘 有一點抱起床 然後才… 壓壓到尿就出來了 有一次帶牠出去 回家吃飯 出到電梯口就噴尿了 噴尿? 我希望鄰居看不到 因為真的有點臭 我看到鄰居門口 我擺放了防臭的東西 但我又拖回來 現在正在訓練牠多出街 這集到底主題是甚麼 因為又有狗又有貓 我們不斷問牠們 到底會否帶牠們出街 是 這集是甚麼 小新,今天這麼活躍 不如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嗎 去街了… 小新,我們去街好嗎 媽媽,你想帶我去哪裡 去街上 去街上 真棒…去街上 小新,你看看 多美 這裡是哪裡 都不是在家裡 看媽媽做甚麼 很香,聞到我都很餓 早安,小新 媽媽做了早餐給你吃 很棒… 媽媽對我真的很好 你看看,你看看 這裡 是不是很驚訝呢 媽媽帶你來旅遊 這個就是我心目中最期待的畫面 吃吧 謝謝 謝謝小新 沒錯,今天的主題就是 霧鞋遊世界 既然說到這個主題 我們就要請專業人士講解一下 我們邀請到 由國際認可犬隻訓練師資格的 Yurika,你好 歡迎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如果在香港的話 你們有沒有試過帶毛鞋 去哪裡玩 或者Yurika有沒有一些推薦的地方 可能一些超級老 或者關節有問題 不能走得到的話 其實家裡樓下 每天出去走走已經很開心 但有些很好的體力 真的可能走得遠一點 讓牠可以看更多這個世界 有朋友試過帶貓去露營 很開心 就直接在營裡 可以到處玩,讓牠到處跑 也有試過 你們呢 都是帶樓下的公園 或者單車徑圍著 單車徑圍著 這樣繞圈 但牠已經躲在那裡 躲在那裡 每次都希望牠不要賴賴 但每次都是五五波 所以都很想帶牠出去 我喜歡帶Rose去行山 帶牠去西九龍 其實主要都是一些 可能有草地的地方 牠很喜歡在草上翻滾 是否因為在外國 那些環境比較多 對… 然後可能去花園 就已經可以挖了 很多東西可以挖了 是否習慣了 對… 我想牠因為小時候 都出了很多街 我發現現在好像有一個 trend 是喜歡帶貓出去 我真的越來越多 現在看到了 多了 對… 不過也很看性格 一定說狗仔會出去 貓就不出去 不一定是一個絕對 所以我們帶牠出去 是希望牠開心 如果那隻動物 原本也不享受外出 外出對牠來說 其實不是一個開心 會說牠打得多 牠會習慣,會變得中 會,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不一定 例如你很害怕鬼 你看得多鬼 不等於你會不害怕鬼 這個比喻多好 對… 這個比喻多獨特 對… 所以牠們有時可能 你在門口外面 玩玩玩玩具 或者吃一些牠很喜歡吃的東西 讓牠覺得外出很開心 然後玩一會就回來了 牠覺得這個短而開心的過程 是最重要的 但有時你說本地遊 或者外出很基本發揮 好像輕鬆一點 但有時不是牠想去 而是剛好主人 真的要從一個地方飛去另一個地方 就像Katty說 你從加拿大回來香港 其實Rose跟著你回來 是 這個所謂的移民 那又怎樣去看 回來的過程會比較辛苦 因為加拿大回香港 那程機可能要18小時 不可能可以安排到牠坐機裡 因為牠會全程這樣 所以就要放牠在加拿大 當日我飛的時候 才發現只有牠一個飛 即沒有其他寵物 對,你不能說 你不知道這件事 對,你不會知道 整程機都擔心著 但下機的時候 他接牠,發現牠在喊 牠想吠,但牠沒有聲音 牠應該是全程機都在不停在喊 喊得很累 很累 你會帶龍給牠 還是牠們會幫你安排 要我帶龍給牠 即是龍已經叫牠的安書區 可以這樣說嗎 對…好像有規定要甚麼尺寸 有甚麼程序都可以分享給我們 因為我之前也有想過 我會帶小生去美國探望爸爸媽媽 但好像很繁複 對,其實我想我帶牠回來之前 過程也弄了一整個月 因為你要準備很多文件 要跟香港的漁農署合照 確保牠所有的疫情記錄都齊了 牠要打甚麼針 然後耳機很重要 因為要香港認可的耳機 否則牠可能去到機場 檢查不到就會麻煩 那買機票方面呢 我沒有,我就想上網訂購 即是訂購草物的卡本機票 聽說如果是草物搭的飛機 都有幾個格式去選擇 正常我們香港市民 可以做到的或搭到的機器 那應該怎樣 主要分為三類 一個是貨運機 另一個是客運動物行溫艙機 另一種是私人飛機 私人飛機也不一定是包機 有些是可以集合一會 可能有十個家庭 類似的 一齊搭那一架 就可以坐在你旁邊 但價錢當然是相差很遠 比較多人選擇 是行溫艙那一隻 但還是要分開坐的 主人坐在我們平時搭飛機的位置 下面有一個動物行溫艙 一個位置就是貨擺動物 他們就一定要在一個籠裏 他們有一個要求 要指定形式的籠 確保他們所有方向都有通風 以及高度都有限制 如果你不想煩 其實有些公司會幫你作實 所有東西 還有準備時間都很長 例如我所知去日本 驗血後等180天才可以上飛機 所以不是說我搞定文件便可以上飛機 例如狗或貓 有哪個品種 你不用想 你真的不用帶牠 牠一定不適合 有嗎 通常貶地貓、狗都不太… 是否… 鑽仔 對…牠都留在香港玩玩 為甚麼 牠的氣度比較短 怕牠們緊張 不夠氣度 呼吸很急速 有機會影響牠們的呼吸 而且每次上飛機 其實都要做一個身體檢查 要手衣出一個證明 你健康可以上飛機才行 因為有些可能牠已經很老 七至八十 已經不太能處理這程機 醫生也不會建議你飛機 現在有否說 哪個國家 比較多人會帶寵物去玩 真的比較親密 香港人去比較多 日本,日本、韓國也比較多 回美國的時候 我在加拿大轉機 然後剛好走框 看到有幾隻狗走來走去 然後牠們走進了一個寵物的廁所 很好 連機場也有設的寵物廁所 而且我發現 原來內陸機 例如美國西岸、東岸 都可以直接坐在旁邊 很好 對… 我想問如果Rose 經歷過一次之後 你有試過再帶牠去外地的地方 是否已經適應得很快 我想是… 不是牠不敢 而是我不敢 18小時混在籠裡 我想牠會有陰影 所以如果要我再跟牠去旅行 我會選一些同機 可以在旁邊的機 短途不會再帶牠去太長途機 聽完你們的分享 其實我一直都看著白水泉 你有想過帶牠去不同的地方 你覺得牠夠膽嗎 坦白說,有個想法項 也想帶牠去西九 例如牠多些貓、狗 牠會不會那麼害怕 其實那裡只是多些狗 不是… 也不是多些貓吧 一去到,基本上全部都看著牠 我都感覺到牠的壓力 我也想問,如果真的要帶牠的貓 要帶一輛遠程的飛機 出門前,我怎樣可以告訴牠 怎樣可以呼吸牠 令牠的情緒好一點 要預早一點去準備 例如貓舟也是 把牠在家裡買好籠 通常是一個蓋形式,是膠 如果害怕的話,牠會打開蓋 讓牠當作是床睡覺 讓牠熟習了,進去吃東西玩 即是進去睡覺,你一個月就在這裡睡 對,吃東西、睡覺 讓牠有安全感 讓牠的地方變成牠的鬥 自由出入,走走走走走走 牠都可以了,慢慢開始 慢慢長時間,再長久一點 讓牠覺得其實在裡面也沒事 我又可以吃東西,又可以玩 主人又跟我玩 牠覺得在裡面很舒服 接著便可以上機 有一點分享 有時牠看到緊張 我自己也會緊張,未帶出街 但不知你會感覺到 我也很緊張,然後牠又會緊張 每個人的情緒會直接影響動物 因為很多動物都是靠身體語言溝通 我們一緊張,其實我們的動作 肩膀縮起來,說話又很掘 有時很不覺意的身體語言 牠們很容易找到 但你說害怕得到 可能牠自己真的很害怕 我想問Kerry 你當時帶Rose回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養其他寵物 你千選萬選 就只是選Rose 跟你回香港 還是怎樣 當時我有養鷹帽 因為我的鷹帽會叫 我怕會騷擾到人 所以最後 臨走之前的半年 我一直在密識一些朋友 或者真的喜歡鷹帽的人 後來找到一個自己本身的家 他已經在養,想找盤 所以最後就交了一隻鷹帽給牠 有沒有不捨得 當然不捨得,很不捨得 但選擇養鷹帽的時候 我很小時候 其實如果讓我再選一次 我雖然很喜歡 但我未必會養 你說如果像Rose那麼幸福 可以跟著主人Kerry一起 坐飛機回來就說 但如果有時候是主人要去工作 留下寵物在家裡 那有甚麼處理方法呢 小生,可否帶我們去看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可以怎樣處理 可以怎樣處理 喂? 是 下星期去日本拍攝音樂錄影嗎 還可以 好吧…再見 小生,媽媽快要飛了 你家要乖乖的,知道嗎 媽媽,帶我去吧 我也想帶你去 但這次就太趕了 不對,我要穩定 方法來安置你 粒子、光子、稀子 很多人了吧 找寵物酒店好嗎? 不用 還是找寵物保母? 不用 不對,我有個朋友有空 不如叫她來家住幾天吧 小生,你喜歡甚麼 我每個人都不要 只要你陪我 我們外出工作 就是每天都要做的事 我也很想知道 新手貓爐 阿操,你怎樣放下牠 或怎樣安撫牠 以前… 我以前很隨風 沒有養貓的時候 譬如… 沒有養貓就隨便吧 沒有養貓就隨便吧 我心惡力情 心態轉換得很誇張 是 因為以前真的自己工作 外出工作就不會想 但現在多了泉仔 有時候外出工作 或是工作久了 我們還沒去看攝影機 有時候擔心 究竟窗應該不會關好 或是會不會坐在電子爐上 有燒焦 有很多這些擔心 所以真的… 不要說去旅行 有時候可能去晚一點 也要馬上想著 快點…帶牠去哪裡 見到牠最後躲在床上睡覺 也會比較安心 那你出門前 會跟牠說甚麼 出門前就說 爸爸出去工作 你自己… 加油吧 你告訴牠可以聽嗎 希望牠可以聽 是告訴自己聽的 對… 你告訴自己 你加油… 其實很重要 其實很重要 但我覺得小新是… 聽得懂的 是 因為我說 我要出去,你乖了 然後牠的尾巴會這樣 牠會掉下去 嘗試一下 小新… 新,再見了… 媽媽要出去 她說你也管 再見… 再見 再見 沒有,你這麼輕鬆 再見 對… 這樣捲你 你基本上都不是很想外出 很甜 我覺得狗也不是捲得最厲害 我的貓粒子 我每次跟牠說 我都有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 粒子,再見 然後牠就會… 然後就會衝過來 咬到不讓你出門 牠不會 牠… 回來的時候會刺 出去就好像很不在乎 可以不在乎 看也不看你 Rosie會否說 你出去工作的時候 牠完全不想你走 以前會 但現在… 在家裡的時候不會 大家有否試過 聽過不好的經歷 例如放在狗酒店 或一些寵物保母 不太適合狗 有否聽過或身邊有朋友 有這樣的經歷 我聽過一點就是 關於保母這件事 上網可能有群組 有很多說 可以幫牠看貓 但有聽過 可能牠是看一隻貓或狗 但純粹可能牠本身 只是很喜歡動物 其實可以幫牠看大企 基本上就不會去…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貓保母有否資格 其實有一些本地課程 是貓、狗保母的課程 質素是怎樣 真的不知道 我出現了那幾個小時 就已經畢業了 所以真的好聽後悲 最好找一些有人用過 試過的人 你會起碼安心一點 你會喜歡酒店 還是保母呢 其實如果這兩個選擇 應該酒店的規管會比較多 因為起碼牠也要拿牌 不是隨便一個人 在家裡出來便可以做 保母其實鄰居也可以說自己是保母 不一定要拿牌才叫做 對 接下來打算西九層成為一個大場 對 或者下街上有甚麼開心會 有甚麼開心的事 第一件開心的事 就是… 反而我想應該不關他的事 我自己開心的事 看到牠有時害怕或探索 牠的鼻子會嗅嗅嗅 鼻子動動 或者牠習慣睡在寵物車 就會縮一角 但牠會有時探望頭 但牠有好奇心 例如現在有時在家裡工作 會看到牠在後面 探望在地上看著我 這些都挺甜蜜的時刻 對,也很開心 完全看到牠迷戀了 任何的背影、探頭 都是沒有很開心的回憶 你覺得牠在加拿大開心 是香港開心一點嗎 因為對我來說 都是外出… 有你在身邊就是最重要的 對,都是你帶我外出 外出都會有不同的東西去探索 所以無論環境在哪裡 當然加拿大是多草 但香港其實要找多草的地方 也有很多 所以我又不覺得是太大的問題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 牠現在很少穿衣服 很少穿衣服 因為加拿大很冷 對 對 不過我覺得現在聽你們這麼說 最重要是不用想 我一定要帶牠到哪裡 如果近一點去留學公園 也可以是一個開心的回憶 對你們來說是多距離 但我相信無論甚麼無邪 身邊有主人陪伴著 牠們就會滿足 即使那個地方只是家裡的 某一個角落 對牠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最好的舒適 除了可能去街外 可能餵牠們喜歡吃的食物 也可以安撫牠們的小心靈 不如我們一起去看看Christy 今天教我們做什麼動物的食物 我很喜歡煮食 特別是煮給心愛的牠 看到牠吃得開心, 我就很滿足了 大家好, 我是Christy 今天又到了我教大家 煮食給狗狗的時候 身邊這一位就是Cino 是寵物營養師 你好, Christy 你好 今天Cino又要陪我煮食 是 今天的主題是鮮食 我們會煮海鮮茶碗蒸給狗狗 不如我簡單介紹一下材料 其實很豐富 首先有雞蛋 有西蘭花、三文魚、紅蘿蔔 然後有冬菇和帶子 不就是蝦蝦, 要有冬菇 不要經常吃 始終是開合型 變相以過濾的形式 例如水裡的微生物、藻類 有時候沙織要洗乾淨 不然有藻類吃下去 會有麻痺等等 我簡單說說的步驟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把所有材料切碎 然後蛋加1.3的水 然後再放進碗裡就可以蒸了 Eganchino, 我想問一下關於材料 剛才你說帶子有機會是重金屬 其實我也知道多少主人會餵三文魚 我想知道三文魚是否有益 或者對狗狗有什麼好處 其實三文魚本身吃也挺有益 因為有Omega-3, 也有豐富的蛋白質 本身對於狗狗來說對心血管、腦部 也會有一個挺好的效用 但要小心, 千萬別生吃 我也想知道平時我們做狗狗的食物 大多都是煞、煲之類的 對 但對狗來說, 其實牠們吃的味道 主要是甜味和腥味 味道主要分佈是這兩個區域 是 所以調味料本身對牠們來說 沒有什麼加進去的必要 好, 我們現在切完所有材料 不如我們開始做蛋糯, 好嗎 好 Eganchino, 我們今天所有食材都是新鮮 我想知道鮮食對狗狗的健康 是否真的有幫助 事實是有幫助的 是 當然, 鮮食對於營養保存 因為是會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所以其實是, 真是可以幫助牠們 是 正是可以幫助牠們長命一點 就是主人對營養需求 是要有一定的要求的 我們就放蛋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放蛋了 我們要加一點水 因為我發覺加點水在蒸蛋裡是比較漂亮的 好 也是雀量 通常我會加三分之一分量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再拌一拌 好, 現在我們可以放在碗裡 好 我們先把蛋撒上 那當然是嗎 好 那我們一起吧 好… 好, 現在我們可以放在蒸爐裡蒸 其實大概是蒸10至15分鐘就可以了 剛才我們這個隨心海鮮茶碗蒸 就做完了 不如叫波仔試試吧 好 好, 我們把一些出來給牠的 說到鮮食,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知道很多流浪貓狗 牠們可能會到處吃東西 可能吃到一些不新鮮的東西 其實會對健康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 不知道花了多久 會否有菌、蟲等 然後就是營養問題 一定不是那麼均衡 流浪貓狗就很難去處理 這個問題真的 我想問牠常會都清潔了 戰鬥力驚人 對 狗仔細細 對,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 你吃了很多 跟來, 多謝Chino 好, 謝謝 狗狗當然不可以吃朱古力 濃度越高的朱古力, 危險越大 不過通常不吃的朱古力 濃度較低, 因為狗狗很甜美 因為狗狗是含有咖啡因和可可鹼 狗狗比人類更加敏感 所以會導致安吐, 心跳加速 癲癲症, 或者心臟停止 所以大家千萬要小心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